涂完底胶之后大拇指和中指的位置涂上透黑胶胶 无名指涂上黑色薄金胶 食指和小指涂上一层纯黑色胶胶 照灯60秒 照灯之后涂第二边的颜色 中指上面涂上一层金石猫眼拿吸铁石 梳香去吸出矿猫眼的形状 吸完之后照灯60秒 整手做纯色的话也比较好看 然后咱们拿出来这一套新年的印照模板 不会画的你们就用这一套去印它 上面涂案有很多的 还有这些雪花和小鹿的 然后还有这个秋冬季节必备的一款爆纹的 然后咱们用的时候呢 把底下垫两张纸印章模板撕掉狼模之后 上面涂上一层黑色印花油 涂完之后呢拿刮板快速刮掉多余的 拿印章头斜放到这个位置滚动的方式给它印下来 然后咱们斜放在假面上面 往上时间按压抬起来 假面上面把浮胶擦一擦这样更好印 印完之后把多余的气泥掉直接涂封层就可以了 不会画爆纹你们就直接去印它 然后食指和小指上面涂上大粒胶薄图 撒上这个金钻粉黑色的 撒完之后呢往下按压一下 然后再照灯60秒 撒到多余的粉就可以了 无明指的位置上涂上一层擦洗风的擦掉浮胶 然后去沾上满钻 大拇指上做了一半金石毛盐 往上印一半的这个爆纹就可以了 多余的拿一个清洁棉片去给它擦掉就行了 然后往上涂钢化缝层 边上的位置涂大粒胶 然后咱们给它做一半的这个黑色金钻粉 撒完之后呢 照灯中间的位置粘一根链条去搭配一下 这样整手就做完了 拍完印章不会用的 爆纹的款式可以搭配这种黑色的金钻粉 整手是这种黑色系的 然后逐年跳了一颗钻 喜欢的